19分的时候这个女婿上场了 女婿叫Daniel Copeland 她是这个Luke Depan的女婿 她的Luke Depan有一个小孩 她叫应该叫Isabelle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她有一个女儿 然后呢 她的女儿呢 这个的这个丈夫 叫Daniel Copeland 29岁住在康州 然后呢 是这个MIT的一个研究人员 然后这个MD是在Tufts念的 然后Master在MIT 29岁 然后呢 她说这个Isabelle Depan 她的这个太太叫Isabelle 然后呢 她太太呢 是在Cambridge的一个这个学校 就是剑桥师的这个 麻州的 麻州的 那个麻州 对 然后做这个老师 然后她是教这个英语的 然后而且呢 是教这些外国人 对原生的这个语言 都不是这个英语的小朋友 ESL老师 ESL老师 对 2022年11月份呢 说他们有过一天 是这个有抗议者 到他们家的这个附近 然后呢 说就抗议 她说抗议的呢 是有关于这个Isabelle的爸爸 也就是Look Depan 她的这个工作 关于这个破产厅 跟郭先生有关的这个工作 然后呢 她说我的理解呢 就是他们想要 是吧 给Look施压等等 然后呢 有传单 她说她的邻居 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传单 然后这个 然后说这些抗议的这个人呢 都是戴着口罩 戴着太阳眼镜 戴着帽子 然后呢 而且那个传单上面 又把这传单拿出来 她说我家还有一张传单 我把这个传单拍了照给郑辅达 然后她说 然后这个时候 Muray 应该是Muray问她的 应该是 她问她 她说 他们还有没有 对 她说他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啊 然后她说 他们有一个旗子 她说有一个蓝色的 黄色星星的旗子 然后这个时候 Muray就拿了一个Genius的 一个网页的那个截图 然后呢 这个截图里面是有这个 是应该是战友做的一个文宣的 这样的一个照片 然后右边是郭先生 左边是NNFSC上面有一个国旗 然后她说 你看你认不认这个旗 她说我认得 然后她说 这些这个 这个抗议的人 就跟这个 跟这个旗有关系 跟NNFSC有关系 然后呢 到2023年 1月份 她就说从1月2号开始 到1月9号 从早上9点钟 到下午5点钟 这个抗议的人 就又出现了 然后呢 再到后来呢 是这个 weekdays 工作日呢 跑到这个 她的太太的学校 然后weekend呢 是到她家 然后就一直问她 你什么感受 她说 哎呦 我很 就我很不安 我很settling 我很 我很有这个 这个 unsettling 对 然后我这个 非常不安 然后呢 就就继续 然后她说 重点 就这个人 女婿过来坐镇 她为什么要被 Sapina过来坐镇 她可以不来 她其实可以直接来啊 对对 或者或者不来 不来 不来 你是Luka的人 你谁敢Sapina她 对对对 他们专门 做了这么一个Sapina 做了这个Sapina 而这个Sapina 怎么到她手里面的 实际上就是通过 Luka的律师事务所 的一个律师 给她 其实这背后 你就很简单 我们 本来抗议的 就是Luka 然后这边刑事案 给她Sapina 给她这个 又是Luka的女婿 然后又是经手 Luka的律师事务所 对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Luka在背后 跟检方合作 一起搞这么一 演这么一出戏 就这么简单 所以她哭了 对的 哭得很伤心 哇 我觉得检方 要培训一下 一二三 哭 立刻哭 Action 而且她这个哭 她跟这个检方 见面是三次 对 见面三次 排练了三次 还能哭得出来 你说这个事情 我都跟你谈过三遍了 我还哭得出来 而且对 她有可能 她前三次没有想哭 然后想着留着 现场 孕着憋着 憋着 第一轮 第一轮没哭出来 第二轮 这是她在后面 后面的 在第二遍问的时候 才哭出来 那这里都有个 比较搞笑的 就是我们 所以在当时 那个陪审团就捂着嘴巴 他就 他就差点露出来 他他 好几个陪审团 一个男的陪审团 就直接就笑了 然后那个女的 就有点不好意思 就忍住 对对对 就这样 因为因为我觉得 在美国长大的孩子 或者说在美国 一个一个人哭 是很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但这个一个大男人 做的台上哭 而且这个前头有一个更搞笑的 我们的律师问他 你说这个是抗议11月份开始的 这是冬天吗 他说不是这个周边 对他说是秋天 那那是不是12月是秋 是冬天吗 technically 他就说还是秋天 12月份还是 这是MITPA的吗 我觉得我就很怀疑 法官都笑了 然后小飞兰说了个啥话来着 大家都在笑 说原来我一直都弄错了 对对对 我原来我的辈子都弄错了 开了个玩笑 对 然后这个这个讲到后面 小飞兰还有好玩的 然后他说这个 你说这个 他们抗议的人 都是戴口罩嘛 对吧 都戴口罩 戴太阳眼镜 戴帽子 Seprina拿了一张抗议照片出来 然后这个上面四个人 只有一个人戴口罩 三个人都没戴口罩 然后也没有 就是也没有都戴太阳眼镜 他说他们都戴口罩了吗 他说是不是当中 这个人戴的口罩 还是COVID mask 就是这个 为了防这个疫情的 这个口罩 而且呢 左边这个抗议的 这个男士呢 他还在微笑 The smiling protester 这个微笑的这个 然后他说 你记得他们吗 然后他说 这些人有没有来接触过你 就是很靠近的接触你 他说没有 他说他们都是在 我的房子外面 他们在街的另一头 Seprina专门讲台两边 说你的房子在这儿 人家是站这儿 中间是条街 对不对 他说对 然后他就说这个 他说我都不记得 他们到底抗议的 这个人是谁了 然后他就说 你2022年11月份的时候 他们来这个抗议 你有没有去给警察打电话 然后他说我不太确定 然后他说 警察是不是没有让他们走 然后呢 他就是 然后Seprina接着问 他说他报警了 对 他说他报警了 有报警 但他说not sure 他说我好像报了 我not sure 然后他就说 警察为什么没让他们走 然后他说 这个他说 你是不是 然后到1月份的时候 他说你是不是 也给警察打电话 而且警察回复你了 而且警察还把车 开到你这里来 要确保 你这个人是安全的 他说你住了一个 很好的社区 你当地的这个警察的 这个这个骗警 也是非常积极响应的 而但是他说 当时是不是 警察在场 保护你 但是警察没有 把这些抗议者给赶走 然后呢 刚刚这个 Juliana Murray去问的时候 问他说什么 这些人抗议 有没有带设备 他用的是说设备 他说 Muray想说的 所谓的抗议的设备 是不是其实就是 直播的这个照相机 就是camera 他说还有一个三脚架 他说他们拍这个 你的这个直播的 这个抗议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没有拍到你家里面 只是拍到了这个外面 这个家庭外面的这个情况 然后他就问 他说 你知道这些抗议的人 他们有收到过 警察的这个罚单吗 他说在我的这个 观察里面 他们没有收到过 警察的罚单 然后呢 因为之前这个 Muray问他 说你为了保护 你自己的个人安全 你都做了一些什么措施 他说我就是经常 有一个棒球棒 然后他说 那你的棒球 Sabrina这个时候就问他 他说你是不是棒球棒 今天也当时也就没有用上 那就代表你都是很安全嘛 对吧 然后他说 然后这个时候呢 Sabrina把这个当时 有一个保护令拿出来 他说你知道 当时这个你们要去 破产破产法庭 寻求这个所谓 跟抗议有关的 这个保护令 这个保护令 是针对于郭先生的吧 这个保护令 不是针对于 这个个体的 这个抗议者的 他说这个 这个讲的是说 要求郭先生 要距离这个 所谓的这些地址 要有多少多少米之外 是吗 然后然后 然后再问他 说你到这个 2023年1月份以后 他们是怎么样的 这个工作日来 去这个学校 然后中国呢 是这个去这个家里面 然后他说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 你说到这个 这个抗议当中 是有出现到 你的这个太太的 Isabella Depan 他这个标语上面 有说 这个Isabella Depan 你这个不是无辜的 这个你得到的这个钱 有沾着中国人民的 这个血 然后呢 他就说 他说 这个对你有什么样的 这个影响 对这个人生有什么影响 他用了一个词叫 Tremendous 巨大的影响 然后呢 就是 三秒钟 四秒钟 不怎么说话 就开始 开始就是 眼泪 然后眼泪就出来了 然后Sabrina再来 Recross的时候呢 Sabrina就问他 他说 他们这种抗议的人 就是是不是让你感觉到很害怕 就沿着这个简方的 这个质询的这个口气说 是不是让你感到害怕 用了这个词 Scary 他说是的 他们让你感到很害怕吧 他们让你感到很害怕 所以你不想跟他们 有眼神交流 对不对 所以你就不知道 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笑 或者说到底 是不是都戴上了这个口罩 然后呢 这个 然后他就说 他说 他们所用的抗议的这个语言 是不是不是那么令人愉悦 Not pleasant 然后他说 这个警察是不是 那个能感受到 这一些这个语言 他不是那么的愉悦 但是警察仍然允许了 当时的这个抗议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是的 然后他说 他说 那当时这个 在学校里面 这个你的太太 关于这些这个 这个关系跟这个同事啊 然后包括是这个 有了这个抗议之后 学校里面是否支持他 你听说的 或者是 你观察到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就说 都对他很支持 然后 然后最后他就说 你有没有把这个保护令 serve给郭先生 就是这个 你们这个抗议不满意 你没有用这个限制令 你有没有serve给郭先生 他说 我没有把这个保护令 传递给这个郭先生 然后所以他就说 郭先生是不是 因为你没有serve他 郭先生是不是对你的保护令 没有这个了解 郭先生是不是从来没有过 起诉你的太太 然后这个结束 serve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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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